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是在歐洲的第五十一天 也是最後一天 我現在就身處於西班牙的最大一個城市 也是它的首都馬德里 我身後面就是馬德里皇宮 下一座十八世紀的建築物 在這個這麼宏偉的建築物面前 我也忍不住要講一下我這半年Exchange生活的感想 我是卓坤 Simon 就在2023年的8月11日 我正式開展了為期五個月的留學生活 我是在挪威奧斯陸 就讀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 它是當地首一指的生學院 在當地享負成名 介紹完我的學校 現在就可以簡單介紹一下Oslo這個城市 它是挪威的首都 也是挪威最大的城市 在當地生活了五個月 我會覺得Oslo是一個住得很舒服的地方 公共交通發達又方便 街道闊落又乾淨 而出街買菜的遮蓋都很有笑容 不過不過冬天的Oslo是超級冷 湖面結冰呀雪呀都是十分的常見 但就算好凍好凍 我都很喜歡出街逛逛 享受這個最美好的冬天 By the way 挪威的我三部片都有Study Life Balance 例如今學期我就讀了六個 course 但加上整個星期都只有十二個小時的檔渣 所以在讀書以外 我都參加了不少的活動 又去酒吧聽Jazz 又去看挪威的女子國家隊踢足球 而我最記得呢 就是去了一個大森林穩力期活動 那裡有很多不同的城網鎮 還有香港非常少見的空中飛鎖 真的想起都覺得很開心 而說起挪威 不得不提就是當地的物價了 不過季呢 從來都不是挪威的缺點 偶爾我也會出街吃海鮮 吃亞洲菜 但更多的時間 其實都是在宿舍的廚房煮東西 我煮東西不太好 但我的確是挺享受煮東西的過程 至於在煮東西方面 我現在省得到的錢 就用了來去旅行 例如在八月尾 我就去了荷蘭看F1賽車比賽 雖然當天的天氣很差 過足整天遠 但是第一次親耳聽到F1人群聲 親眼看到賽車沖線 的確是一個很震恆的畫面 另外 歐洲的確是地多人少 除了很空曠的公園之外 街道特別闊落 例如我去了德國的Dosodow 衛陸 對比好逼的日本內涼公園 在這裡衛陸真的特別好玩 特別開心 至於在聖誕節期間 我就去了法國的高山小鎮 Sharmonie 這個小鎮是著名的滑雪星地 所以我都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 在當地學單板滑雪 雖然雪很遠 但是跌下去都真的挺痛 之後我也有去瑞士的雪山 但我始終都是覺得Sharmonie這個地方 更加之吸引 還有沒有那麼多人 去完雪山之後 我就去了葡萄牙的科圖 當天我打算看日出 所以五點鐘就出門了 Hello 這裡是2024年1月1號的波圖 現在身處在 這個叫做露燕一世大園上面 看日出 我本身以為可以看日出 本身以為可以看日出 本身以為天氣很差 接著這個我也可能看日出 有很多山趕著做 但是周圍已經經常都很困難 很多顏色的廣播屋仔 都有很多人看日出 但是大家都聽到每一場年 但我相信2024年是一個很好的年份 希望大家看生日一年的 開心快樂 心想事成 這半年其實我也覺得自己成長了很多 看了很多不同的城市 做了不同的建築物參觀 認識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 不同國家的朋友 這半年其實不是很長 但是我覺得在這裏 我建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 很感謝科大 因為我知道EChange這個機會 並不是每人都可以有 很好的說EChange 我都希望你可以把這個機會 無論你是做科大也好 到其他大學也好 或是中學生也好 我都希望你可以在未來 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可以達出你的confer zone 例如外國讀書 感受不同的風土人情 很難看你的眼界 那 今天就到這裡了 那我多謝你看了這個影片 拜拜